我第一次以这样的视角看火车 当铁路蜘蛛侠们悬挂在高空中 给峭壁加装金丝软甲是种什么场面呢 春雨来临 搬随着连续降温 甘肃兰州气温低至零下十余摄氏度 位于包兰铁路沿线的小沙沟里寒风刺骨 记者看到铁路沿线 崖壁陡峭 严实突兀 隧道口上方和侧面山体的坡度 更是接近90度近乎直立 为何要给山体加装金丝软甲呢 施工负责人王鸿中介绍说 包兰铁路在甘肃境内 穿行在连绵不断的山卵中 内裸露的岩石山体 增设主被动防护钢丝网 可以有效防止风化落石 浮石等掉落在铁路线上 因为这一片全是石质山体 它这个泼面了 经过这个时间的风吹 加这个风吹日赛 有时候会产生这个崩塌落石 影响咱们行车安全 咱们通过这个 这种方式来 这个主被动防护网呢 就 就彻底就消除了这个 这个隐患 它一张网子呢 就是个20.25个平方 这个地方天气也特别冷 施工呢 全是造成了不少的那个困扰 因为这个天气冷 干一会儿这个工人们 都说可能手脚也会动得 它很失去知觉 所以就是有时候 稍微干一会儿 我们也会让它上去上去 去去在车里啊 去喝点热水 就是缓解 它身体这是方便的 记者也穿上防护措施 体验了一把 当铁路蜘蛛侠的感觉 体验一下 在铁路上当蜘蛛侠 飞檐走壁的感觉 走着 我这才抓了一会儿 我就收拾透透目了 好 现在这里的气温呢 大概有零下13到15摄氏度左右 然后现在还有一点飘雪花 虽然有太阳 但是真的特别特别冷 我在这儿站了十分钟 就已经感觉嘴有点冻瓢了 不会说话了 飞扯的时间就四五个小时 一天要在这儿爬四五个小时啊 对啊 时间太长的话你也睡不了 我要上来了 我有点害怕 我要怎么挪呢 太阳的照射下 柔性钢丝网闪着荧光 远远望去 犹如电影里刀枪不入的金丝软架 据了解 安装防护网所需的钢架 支撑绳 基座和钢丝网 以及水泥 水 都是蜘蛛人用背笼 一个个飞到作业现场 平均下来 每人需在山体上 铺设近150平方米左右的面积 我们每个月啊 装备 管这个设备进行一个排查 有可能松动的石头 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进行着 把这个直动 就加装上面 这个网 装上一般是不动的 我们在定期检查的 如果有问题 我们会及时进行整修 大概就是 六至八个人就够了 一处一处都做 一个是 也是保重春运的安全 也是为明年的汛期 安全做一个准备 提前做一个准备 每年春运 对铁路部门来说 都是一场大考 而类似蜘蛛人这样的岗位 就是隐藏在春运背后的大卷人 截至目前 兰中西公路段 已在包兰 兰青 龙海和兰新县27处 累计设置安装 2万余平方米 主被动防护网 建立常态化 搜山扫尸管理机制 为列车安全运行 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